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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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有介紹過一本學習方法的書 《大腦喜歡這樣學》 得到了許多觀眾的迴響 這幾年關於學習心理學有越來越多新發現 相關書籍也越來越多 今天要來面對的這一本書 《大腦解鎖》 就是要來介紹最新的教育心理學研究 教你如何改善學習方法 这本书的作者是史丹佛大学数学教育系教授 Joe Boeller 他在史丹佛大学开了一门课 如何学数学 所以他就把多年的教学心得浓缩成了这本书 传授给读者 六个由心理学研究实证的学习技巧 大家的学习历程应该都有经历过一个阶段 儿童时期兴奋的进入校园 很快的发现自己有某些地方比不上别人 开始觉得自己没有数学头脑 没有艺术天分 心理学家把这种想法称作固定性思维 就是认为一个人的头脑、才智、才华有某个定数 而考试就是让你知道自己的能力到哪 所以遇到无法理解的地方时 就会怪罪自己没有适合的脑袋 作者指出这种固定性思维限制了人的学习能力 像是科学家发现 如果在一个领域里 越多教授相信这个学科需要天赋 这个领域里的女性就会越少 例如数学跟哲学 就是理主跟文租里 女性人数比例最少的 如果这些学科需要天分 然后这些学科的老师又都是男性居多 那不就代表女性比较没有天分 所以女生在学习过程中 可能有更多机会认为自己没有天分 而选择放弃 更可怕的是 有时候这种固定性思维 甚至会成为自我应验的预言 例如在英国 有八成的小孩四岁时就开始被能力分班 如果老师知道学生程度是后端班 就会用不同的态度来对待这些学生 认为这些学生本来就比较学不会 结果能力分班反而会让后端的学生没办法提升 而另一方面 被视为自由生的学生也过得很痛苦 因为他们从小就被人家说很聪明 所以当他们在学习上遇到挫折时 就会隐藏内心的挣扎 怕被别人发现自己其实是冒白货 不然就是认为自己根本不够格 然后就转系离开原本的领域 所以教育心理学家就做了一个实验 在美国旧金山联合校区规定 10年级前所有学生都上一样的数学课 不做能力分班 结果实施两年后 学生的不及格比率就从40%降到8% 似乎常态分班比起能力分班达到的学习成就更大 作者就指出 要释放出大脑的潜力 就必须破除固定性思维 每个人的大脑当然都有天生差异 的确有少数天才型人物就是适合做某些事 但对大部分的人来说 后天的影响力更大 像是科学家发现 许多经历过大脑半球切除手术的人 右脑不见了 应该会有很多生活不变 但是过一段时间后 他们的左脑会产生新连结来代替右脑的功能 大脑其实有极高的神经可塑性 所以解锁大脑的第一步 就是不要自我设限 了解大脑经常重组 成长不会定型 解锁大脑的第二步 就是理解每次犯错其实都是大脑成长的时机 经理学家研究人在测验时的大脑影像 结果发现当受试者发现自己答对时 脑部活动比较少 但是答错时 大脑突出的电流活动会增强 仿佛是大脑渴望成长的迹象 我们的大脑运作是透过神经讯号 而在神经纤维外层包裹着一层脂肪物 叫做随壳 可以强化神经讯号让传输变得更快 也就是让我们的思考或是动作变得更灵活 当我们在犯错时 其实就是让随壳有机会发展的时刻 所以当你的大脑觉得一个东西太难的时候 那种太难的感觉 其实反而是让大脑成长的好机会 相反的 做题目时答对太多 反而不是好的大脑锻炼法 因为没有犯错的机会 就不知道自己理解的极限 像是每四年举办一次的全球测试 国际数学及科学趋势调查 TINS 2016年的排名中 前五名是新加坡、港、韩、台、日 研究人员就希望比较 这几个国家的数学教育 跟欧美到底有何不同 他们发现 英国、美国的老师是出题给学生做 做对了就对了 觉得自己很厉害 不会有进一步的思考 但是日本老师为了刺激学生思考 会故意给学生错的答案 学生就会重新检验计算过程 强迫他们自己要动脑筋 同时研究人员也发现 重读一次对学习其实没有多大帮助 因为重读不会涉及犯错 比较有用的学习方法是自我测试 因为你必须回想你读过的东西 就有可能发现自己记错了 会有不断犯错跟纠正的机会 来强化大脑的神经毁路 这就是解锁大脑的第二步 不要把错误当成失败 而是要把它当成学习的机会 我们刚刚提到固定型思维会限制学习 但是这种思维方式是怎么来的呢? 史丹佛的心理学家Caro Deweck研究发现 小孩在14-38个月大时受到的赞美 可以预测他们七八岁时的思维 如果家长看到小孩学会一个新东西时 就跟他说你好棒你好聪明 等小孩长大后 发现自己学不会一个新东西时 就会对自己说 哦其实我根本不聪明 结果过度参赞小孩智能聪明的父母 反而会阻碍小孩的发展 除了这种固定型思维 有另一种家长会跟小孩说 你很努力你会继续进步 Deweck把这种称作成长型思维 认为人的天分及才智 可以透过后天努力成长 因为人的大脑本身就会不断重新形塑自己 心理学家用固定型思维跟成长型思维 做了一个实验 如果你赞美受试者你很聪明 受试者之后会非常在意自己的表现 刻意找简单的任务做 因为他们希望保有聪明的标签 但是如果赞美受试者 你很努力 受试者反而会去选比较难的任务做 结果反而有更多机会去突破自己 后来心理学家就突发奇想 把心理学的这个发现告诉学生们 告诉他们 只要改变思维 把错误装成学习机会 大脑就有机会成长 然后不告诉另一群学生 看看这两组学生会有什么不同 结果发现在实验开始后 转变为成长型思维的学生 知道自己有可能持续进步 而不是用没有天分当理由 结果数学成绩就真的进步了 相较之下 对照组的学生则没有改变 所以解锁大脑的第三步就是 改变思维信念 大脑跟身体就会跟着改变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心理学研究证实 思维可以改变物质的大脑 例如请一群受试者 想像自己的手指在平面上用力 跟另一群受试者实际把手指放在平面上用力 连续12周每周5次 结果发现 实作组的指力增加了53% 但是竟然连想像组的指力也增加了35% 这是因为在想像时 我们也是用大脑皮质在输出讯号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钢琴家 可以用头脑想像练习钢琴 在脑海里练习的效果 也会跟实际缠奏的效果差不多 通常读书方法的书籍都会告诉读者应该怎么学习 但是作者指出 只有改变自己的学习方式是没有用的 教育者也必须改变自己的教学方式 如果只要学生改变思维 学习环境不变 那依然没有用 所以解锁大脑的第四步就是 透过多角度学习来强化神经网络 神经科学家发现 人在做数学时 体感手指区会特别活跃 甚至可以从学生的手指感知能力 预测数学成绩高低 总是手指感知能力 就是你把手遮住 请另一个人摸你的手指 看你能不能分辨出哪只手指头被摸 音乐家因为有更多机会发展手指感知能力 所以很多音乐家的数学领悟力其实都很强 神经科学家也发现 在做数学时 活跃的是处理象征符号的脑区 但如果这个脑区 可以与视觉路径脑区沟通 数学表现会更好 也就是让不同大脑区域之间交流 可以达到最佳学习效果 例如数学课不一定要叫学生做题 可以给学生看解题过程 请学生找出哪里有错 或是用电影跟艺术作品当例子 启发学生用图像思考 或是英文课 与其让学生读罗密尔与朱利叶 不如透过演话剧 辩论的方式来学习文本 哥伦比亚大学的心理学家 Scott Barrick-Kofman 研究各领域的佼佼者大脑 发现他们思考时 大脑各区的交流就比一般人多 这就是多角度思考的结果 透过刺激更多脑区 来让学习效果最大化 大家应该有过一种经验 就是在考数学时很焦虑 突然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 但是考完试后 突然就想到这题应该要怎么算 这是因为在焦虑高压的情况下 大脑的工作记忆会更容易受阻碍 而解决问题最需要的恰好就是工作记忆 心理学家研究那些害怕数学的人 发现他们在算数学的时候 恐惧中枢会变得很活跃 也就是对大脑来说 看到数学跟看到蛇的反应是一样的 或者另一种情况是 大学四年都是考前临时抱佛脚 短时间内塞很多东西到脑子里 考完试后就全忘光 大学毕业后几乎处于失忆状态 台湾的学校教育就很喜欢赶进度 跟不上的学生就会觉得自己很笨 记忆好的人可以把老师教的东西全都背起来 所以就算不理解也能拿到好成绩 反而是那些慢慢来的人认为自己学不好 但他明明是理解上更有深度 只是记不起来而已 事实上人的大脑神经连结跟突出 从萌芽到发展其实都需要长时间 这些连结要能维持得久 才能让学习效果长达好几个月 而不是背一背就忘 所以解锁大脑的第五步就是 不要追求短期成效 要重视深度跟灵活度 像是国际学生能力评浪计划 PISA就发现 在世界各国的数学教育中 用记忆学习法的学生 学习成就会最低 因为用记忆学习法的人 只要题目出得很活 就会完全不知道在干嘛 像是美国学生可以背出拍的十几位数 但却不知道 拍原本的概念是指圆周与直径的比 所以只要跟圆周有关的题目变灵活了 美国学生就答不出来 作者认为 要追求知识的深度 可以让学生做一些开放性的无解题目 例如数学史上著名的考拉茨猜想 我们随便先设想一个整数 然后根据两个规则展开数列 如果是偶数就除以2 如果是奇数就除以3再加1 例如10、5、16、8、4、2、1、4、2、1 或是12、6、3、10、5、16、8、4、2、1、4、2、1 我们会发现 不管一开始的数字为何 最后结果都会变成1 如果把这些数列变成图形 就会变成像这样 但是没有数学家知道如何证明为什么会变这样 像这种没有人能解开的问题 即便是数学不好的人也会深深着迷 反而可以启发人进行深度思考 欧克莱大学的数学系教授Rudy Pressman发现 修维基分的大学生里 非裔美国人有60%会被当 但是亚裔美国人却没有人会被当 为什么非裔跟亚裔有这么大的区别 是因为黑人比较笨 还是家境贫困 从小的数学教育就不好 后来Rudy Pressman发现 原来是因为非裔学生喜欢自己窝在宿舍里面 靠自己独立完成作业 但是亚裔学生喜欢聚在一起讨论作业 分享共笔 所以Rudy Pressman就成立数学工作坊 让非裔学生可以用合作的方式学习为积分 结果不到两年的时间 非裔学生的不及格比例就降为零 而且有些人的成绩甚至优于白人跟亚裔 所以解锁大脑的最后一步就是 与他人连结合作来强化神经网络 神经科学家发现 人在合作时 大脑的前额业网络会变活跃 这个脑区是用来理解他人思维跟社会互动 所以在合作中学习 等于同时开两个脑区 学习区跟社交区 而我们刚刚说过 越多个脑区同时交流 会越有助于学习 可是我们教育系统里并不太鼓励合作 而是鼓励竞争 我们家长很重视考试公平 分数是否用同一个标准衡量 但是这种公平竞争 反而没有办法发挥 教室里所有人的最大潜力 作者认为我们应该要追求一种关系公平 就是透过合作的方式 让班上每一个科目最厉害的人 把自己的思维方式交给班上同学 我通常会认为 比较厉害的人会把做题技巧藏私 让自己可以考更高分 但是心理学家研究反而发现 如果懂的人愿意花时间跟同学解释 他的学习成就反而可以更上一层楼 因为在跟同学解释的同时 你会知道其他人不懂的地方在哪 会发现 哦原来还有这种解题方式 当你把别人的观点 演大入自己的思考里时 对某个知识反而可以有更深度的理解 作者甚至发现 有些科技公司 不会雇用 无法跟别人解释自己怎么解题的人 因为这种人没办法帮助团队解决问题 只能自己一人埋头苦干 同时 用合作的方式也能让每个人在学习过程中 发现彼此都会遇到的困难 或是彼此不同的长处 这就是一种关系公平 以上就是六个大脑解锁的方法 了解大脑的可塑性 犯错是大脑的成长机会 改变思维信念来改变大脑 透过多角度学习来强化神经网络 重视深度跟灵活度 与他人连结合作来强化大脑学习 最后作者也提醒我们 被固定性思维绑架的不只是学生 老师、家长、经理主管也常常是受害者 因为这些人害怕在别人面前泄露自己的无知 要努力摆出一副好像什么都懂的样子 好像自己绝对不能犯错才不会损害自己的权威 但是这种固定性思维反而阻碍了这些人的学习 如果可以保持开放的态度 善用这六个大脑解锁方法 相信所有人都能够将学习效果最大化 别忘了分享这支影片的脸书贴文 就有机会抽大脑解锁一本哦 现在下载Hummy Video App 订阅C at T 即可抢签14天看到超级歪的最新影片 也欢迎你加入YouTube频道会员 支持节目长期运作